深夜23点,朱婷复出时间敲顶,蔡冰林莹等不到,球迷难过遗憾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周四,那么最新的中国女排的正在国外征战式联赛 那么随着前两周的比赛成绩呢,不是特别理想之后的话 其实很多球迷啊一直都非常期待 也都在那呼唤着朱婷以及张长宁呢,能够赶紧回归 毕竟呢,自从朱婷做了手腕手术 而张长宁做了膝盖手术以及要准备自己的人生结婚大事之后的话 这两个主攻手到现在都还没回归中国女排 而且呢,在此前他们的回归时间呢,也没有正式敲定 所以很多球迷呢,一直在敲手以盼,也一直非常的好奇啊 这两个主攻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回归呢 首先来看一下张长宁呢,那么目前呢,他的伤病呢,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而且在近期呢,已经正式回归到排球的领域 来参加央视的相关的中国女排的节目 并且呢,担任了一个特约评论员 来评论我们中国女排最近的一些赛事表现 所以从目前来看,对张长宁而言呢,接下来他在6月底 有可能完成人生大事之后的话 后续呢,就有可能呢,全身心回归中国女排 把自己的一个状态呢,贡献给中国女排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从目前来看啊,张长宁回归的话 其实呢,不是太大的问题 可能目前的比较大的问题呢,还是朱婷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方面呢,手腕的伤势比较严重 朱婷呢,现在不清楚呢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完全康复 另外一方面呢,在近期意大利媒体有透露说呢 意大利这边的俱乐部,也就是斯坎迪奇这个豪门球队呢 有想要开出顶新的合约,邀请朱婷加盟 而朱婷呢,一旦加盟这个球队的话 那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呢,就没有办法回归国内参加比赛 所以不管是从哪一方面来看的话,似乎朱婷呢,要回归中国女排呢 这个时间现在呢都还未可知 不过话说回来啊,朱婷虽然说他的一个整体回归中国女排的时间呢,还没有敲定 但是就在最近根据 外国媒体的报道的话,朱婷这一次付诸的时间呢,确实正式 敲定了 就在最近深夜的23点,根据国内媒体的报道,他们是提到呢 那么外国媒体在近期的话也是爆料出来,朱婷呢付出的一个时间 初步会定在2022年的11月份 当然其实啊这个消息呢,目前来看是外国媒体爆料出来的,那到底是否是真的呢 我们可能还要等到朱婷的团队来确认 不过如果按照这一次外国媒体爆料所说的一个消息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朱婷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要正式付出 当然从目前来看了,因为我们中国女排参加市井赛的比赛时间呢,是在9到10月份 所以朱婷如果说敲定在11月份付出的话,那么他呢 接下来将完全无缘中国女排的市井赛 那么这样的消息啊,对于球迷,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呢 恐怕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大家也知道,刚刚已经说了,朱婷呢是我们重要的主攻守火力之一的 我们中国女排想要回归巅峰啊,确实在短时间之内呢 是没有办法离开朱婷的 但是现在呢,在市井赛这个 时间来临之前呢,朱婷却可能不能够付出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女排后续的真诚而言呢 确实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我们也有可能要延迟重回巅峰那个时间 所以随着目前的朱婷付出的时间呢,被爆出敲定之后的话 对李莹莹对蔡斌而言,这一次呢,市井赛是暂时等不到朱婷了 所以可能我们的教练组包括整体的阵容安排呢,需要做另外一番布阵 当然对于球迷而言呢,肯定会觉得非常的难过,也非常遗憾 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 相信朱婷呢,选择这个时间付出的话 估计也是做了深思熟虑一番的后果 也是对于自己身体,对于中国女排的负责任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不妨静静等待一下 相信朱婷在后续调整好状态之后呢 将来中国女排需要她,她会第一时间 选择付出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